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寶寶 我是雯 我們今天來到北九州市 小倉的蛋過市場 這邊有一家店叫做大學棠 其中它這邊販賣的大學棠 非常有趣喔,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大學棠啊 是這邊當地北九州大學的學生 為了要振興的市場 然後所興建的喔 這邊的點餐方式非常的有趣 他會給你一碗味噌湯跟一碗白飯 然後就拿味噌湯跟白飯 在這個商店街去擺自己想要的東西的食材 直接加到飯上 真的非常有趣,大家來試試看吧 那這邊的味噌湯加白飯的set是300元 這一碗呢就是我們等一下去加料的白飯囉 我們現在在這個市場裡面尋找配白飯的食材 要加關東煮嗎? 還不錯耶 加個什麼蛋啊 那個歐雷之類的 那種裝飯方式非常的有趣 我覺得那種裝飯方式非常的有趣 但是我覺得是越裝越餓 因為你就是裝上去之後 你不能馬上吃那種感覺是非常痛苦的 接下來我們是要加什麼東西? 大西 接下來要加什麼東西? 接下來要加玉子燒 你們已經很滿了 要加什麼? 要加入一個這邊很有名的 也是魚漿製品的 看起來很像餅的東西 這就是這邊的名餐 已經挑完了,準備回食堂吃飯吧 應該是合體時間啦對不對? 把我們所有的豐盛的料都加進去 對啊 加一點 玉子燒 點綴一下 可能只能加一片而已對不對? 好像不是點綴 加一片就夠了 加一片就夠了 會爆會爆 這晚上要讓它整個 整個爆滿 三盛三盛啊 這個 這個 飯粿了吧 這個 玉子燒 超甜的 可是這個丼飯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吃到這個市場裡面 所有你自己喜歡的新鮮的 不一樣的料理喔 來吃吃看這個 小倉的特別的 魚板 吃起來非常的實在 然後裡面有料、紅蘿蔔之類的 好好吃喔 大學堂的外表啊 還有特別設計的 蠻復古的 然後包含裡面的內裝 也放了很多 看起來很old school 的道具喔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 大學堂 有機會來到北九州市的 小倉的蛋糕市場 記得來看看喔 我是雷伯伯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